在赛场以及选手村扩散 今天又新发现有16个人确诊 使得冬奥相关人员的染疫 来到了148个人 而民众连日挤爆 冬奥的场外去看热闹 让昨天东京一天就暴增了 1763个人确诊 连前去冬奥支援的维安景安 警察也遭到了病毒的攻陷 至少有9个人因为 共用宿舍的洗手台 爆发群聚感染 冬奥场馆闭门 反让周围街道成了另类观众席 大家不甩防疫规定 一边激昂示威一边挤爆 群聚围观 冬奥开幕首周第一个星期间 东京1763人确诊创下记录 病毒内外夹攻 赛场内冬奥相关人员 至少137人染疫 连从各县市前去冬奥支援的维安警察 虽然执行时都戴口罩 宿舍也特别一人一事 却经报集体确诊 50人紧急隔离 揪出9例阳性 查出原因近疑似因为 共用到宿舍的洗手台连缓染疫 还首度传出选手比赛后 才知染疫无奈退赛 因此冬奥也拟更改规则 无症状选手在隔离6天后 24小时内连续两次核酸检测阴性 就能重回比赛 也开放多拍选手拍照时 能摘口罩30秒钟 选手面临的地域挑战还有 东京逼近35度猛暑 传出选手晕倒 光脚比赛被沙滩烫伤 就怕再有这种场面出现 国际奥会松口考虑 让网球 铁人三项 长跑等户外运动 比赛时间挪到傍晚 但目前还没有定案 而东奥史无前例的 无关重开幕式 尽管包冰两极 在日本关东地区意外 创下56.4% 高到离奇的收视率 看来日本民众嘴巴说不挺奥运 在家依旧 毛起来收看